原标题 蜀汉后期比江维更牛的汉将 曾不自带兵北伐 却在史料中离奇消失公元234年 诸葛亮却是 对于蜀汉来说 是诗情天一注 刘备的北伐一致也因此暂停 诸葛亮临终前托付江维 让他无论如此也要继续北伐 但当时蜀汉内部有不少人反对北伐 尤其是曾经刘章麾下的旧臣 所以江维的北伐并不顺利 一直被蒋婉 费一等人阻止 在大多数人看来 江维是诸葛亮的传人 诸葛亮之后 当时他是蜀汉第一个汉将 而且当时魏延已经死了 还有谁比江维更厉害吗 其实是有的 他就是马超的堂弟马代 根据三国志记载 马超17岁病逝 临终前向刘备表示 马是一门都被曹操杀光了 只还有马代这一点血脉 希望刘伟能好好照顾马代 马超去世后 马代在蜀汉获了敌 却不错 刘伟生前就封汉委平委将军 陈仓侯 后来诸葛亮数次北伐 每次都带着马代 诸葛亮去世之后 魏延和杨仪产生矛盾 最终 刘产把魏延定性为谋反 派马代去诛杀魏延 当时魏延是蜀汉名将 马代能杀得了他 足见马代能力不凡 马代不仅占力强 在谋略方面也不比姜伟差 公元235年 也就是诸葛亮去世的第二年 姜伟想北伐 却被朝中大臣阻止 而马代却独自率军北伐了 而且还跟曹魏的大将牛津交手 牛津是司马懿很赏识的战将 这场战役在禁书中也有记载 根据禁书的说法 三年 属将马代误寇 帝遣将军牛津姬所知 斩千鱼首级 这里的帝自然是指司马懿的 在这场战役中 马代被牛津姬退 而且一千多士兵未战死 那么马代是什么情况呢 他有没有在这场战役中被伤 他战败后回国 牛津如何对待他 展开全文非常遗憾的是 关于马代后来的实际史料 再也没记载了 如果马代跟牛津交战中战死 史料肯定会 记载着 毕竟他是这一战的蜀汉主帅 史料没写他战死 自然是没有死 然而后来 却再也没有关于马代的记载了 似乎马代这人凭空从史料中消失了 也不知道他是否受伤 后来怎么死的 这一切都不知道了 关于马代最终的结局 不少史学家都有大胆的推测 但谁都不能拿出确凿的证据 说明马代的情况 逼着在这里大胆推测 马代跟牛津交战中 应该是受伤了 或许他战败之后 觉得没有面子 不愿再回复汉面见刘蝉 直接在深山中隐居起来了 所以史料才没了他的记载 对此你怎么看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